明天白天气冷气团强度稍稍减弱 华南水气也逐渐减少 降雨的机会大幅降低 各地白天高温也会回升一些 北部以及宜兰地区高温来到16度左右 中南部以及花莲台东地区高温也都会有20度以上 但是各地夜晚温度仍然只有14度左右 温差相当大 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 以下带您关心2月9号的天气预报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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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ther Harp